北京时间11月10日23点,2018亚冠决赛测回合,波斯波利斯坐镇主场对镇路倒路角,首回合路倒路角主场2-0战胜波斯波利斯。 上半场,双方均无变数,下半场,双方场面沉满,最终,波斯主场0-0门平路倒,总比分0-2不敌对手无缘冠军。 比赛看点,本场比赛的阿曼中东主裁卡夫近年初的中国U23亚洲杯决赛之后,在都职法州即兴赛事决赛,连续三年亚冠决赛均由淘汰了上海上港的球队捧杯,分别为全北现代,骨盒红钻,路倒路角,日直连球队连续两年捧起亚冠奖杯。 精彩规放第14分钟,土制胜针进去侧翼的球号选择直接射门,踢球滑门而过。 第26分钟,波斯波利斯边陆船中,阿里普尔投球攻门,被全纯泰稳抱住。 第38分钟,雷骚强行突破后小角度射门,被全纯泰扑住,国际组联主席因凡蒂洛出现在看台上。 第63分钟,波斯波利斯边陆船中,阿里普尔街队友到三角凌空抽射稍稍打偏。 第74分钟,穆斯利赫与林木游摩争抢,终帅倒在禁区内,主裁判没有表示。 第78分钟,波斯边陆船中,阿里普尔投球攻门稍稳高出,双方阵容,波斯波利斯,贝兰万德,三,哈里扎德。 4.侯赛尼,十五安法里六十九二十五,阿万扎德六十九穆斯利赫,十一,贾尼亚比尼亚,二十一赫马第六十四,十八拉比哈赫,八鲁罗拉西,五,八沙尔雷苍,七十,阿里普尔,九十门沙路倒路脚。 一,全纯泰,十六沙本修斗,三,昌子园,三十五正生炫,二十二西大武,三十安部玉魁,九十三十四金色剑制,四来奥西尔雅,二十三干剑走,八土聚圣珍六十八三十二安西姓灰,九零木幽摩西十七六永木亮泰,十八塞尔吉尼奥。